这样子 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是 高皇安 高皇安 然后民众党归民众党 两件事情应该把它拆开 大家刚才都同意一件事 民进党这个战略上 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建立新西 一人倒背 死人外人求求做一堆 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党团 尤其是部分期的委员 据我知道 他怎么样子要来回馈到 自己的党里面 他有一套只要在 合法的范围内 他有很多的方法 包含他的薪水可以兼出 包含他的助理 可以派置在党团工作 这个大概我们都 司空见惯的事 把这个凑在一起 那真的是换了战略的错误 那高皇安的问题 就是高皇安问题 所以这两个 他一不拆开的时候 真的就是换下一个 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不过民党性格就是如此 不好意思 我觉得民进党来讲 他可能也无所谓 他就是要在 这整个把它弄换 他把他打烂 可是是跟洛乔军回来 这个时候 这一次参选的 民众党的朋友 也要注意一下 当时柯文哲也面对了一个 你还记得吗 这个 那个什么 MG149 对对对 那个质疑的时候 他怎么样子 度过那一个危机 那个危机的处理 别人讲 那是给他度过一个危机处理 不管你满不满意 但是那个危机 他没有扩散出来 那一样的 可是现在看出来 高凡是这个危机是越高越大 好像收不起来 好像一直都没有拒绝 好好去跟他师傅警告 警告一下 我提一下 刚才他们打过头 真的民进党是打过头了 强大党团 民进党也是这样做的啦 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不分区 不分区你怎么来的 是党不提名你啊 就不分区就你也不要选了 我们还要自己选 不分区是不选的 所以基本上都会有承诺 事情都讲好了 你呢 你要派人到党中央 或者到党团服务 而且立法院规定 只要三个人以上成一个党团 他就给一个党团的运作费 他就给一笔钱 每一个月给 然后呢 每一个立委的人 几个立委他还是给多少钱 每个要这样的运作费用 但是除此之外 党团是需要 他自己去把这些 不分区 他是有资源要 回购给党跟党中央的 这每一个党都一样 所有的党都一样 民进党也如此 所以这个时候啊 他把这个大城市 跟刚刚扯在一起 我觉得打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就整个把助理费 或者这些制度 重新拿来检视一次 不要说只针对民众党 用这个标准 那你柯总招 你自己拿出来 你自己讲讲看 你是怎么处理 我们的总招 邱成员出来讲啦 那柯建民 你们民进是怎么做的 一样标准 一样的检视啊 他们可能更害怕曝光吧 所以我一开始讲 就是说通通把他 110项立委的助理 通通摊开大家看 到底怎么运用的 我记得以前 有政党是 叫不分区的立委 把那个助理 捐给党来运用 有这样 还有要求要捐多少 自己的薪水都有啦 这个以前是有这样 那合不合法再说 我觉得也可以把它搞清楚 趁机把它搞清楚 就是说 因为你只要能够组成党团的立委 你都有政党补助费的 其实也不少 政党补助费其实很多了 以前没有政党补助费的时候 也许还可以这样 你现在既然有政党补助费 你党不是有钱 你不是没有钱嘛 而且钱不少啊 国民党大概分两亿多一年了 对不对 那民进党更多 民进党可能三四亿了 民进党有五个 大概也有一定的钱 就是说 那你还需不需要 不分区的立委 把这个助理调给党部用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以前我知道是有的 那第一个我主张 就是全部都公开 那另外呢 这个 我觉得高华的问题 其实一开始我就讲 就是说他有没有人头助理 如果没有人头助理都没问题 就是这些助理都是杂杂实实 是他的助理 那助理只要我是杂实的 我是合法的助理 我也的确做了助理工作 我领到立法院的公费 我领到钱后 这个钱我爱怎么用 是我的事情 我爱捐给公基金 我就捐给公基金 我爱捐给民事长 我就捐给民事长 这是关键 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讲清楚 到底有没有 如果高华人出来讲 我告诉你我用过的 这个这么多助理 没有个人头 每个人都杂杂实的工作 那他只要杂杂实的工作 法律只在这一点 他只要是真的助理 他领了钱以后 他要怎么用 是他的事情 就算高华人强迫他 要捐个公基金 他也没有犯法 你不高兴就走嘛 你不要做嘛 你来做 我要你捐 你高兴就捐 你不捐你可以跟我抗议嘛 我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违法 只要助理是真的干了助理 领了这个钱 他这个钱要怎么用 是他的事情呢 你可以说他可能不当 如果高华人强迫他 你拿一点钱出来做公基金 你没有洗杯子 拿一点做公基金 你生病前 你只能说他管理比较磕 他没有违法 他违了什么法 只要他那个助理的钱是对的 那这个高华人强迫再讲清楚 到底有没有 如果说没有一个 包括他那个男友 对不对 包括没有一个 我是假的 都是真的助理 那就没事了 你在后面扯半天 后面那都是 智慧目前跟那个无关嘛 你们重点没搞清楚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